审计署的最新报告指出 精神技能发展局在津贴上的管理出现疏漏 导致部门额外支出了422万元 报告也提到 涉及同官病相关采购与支出的三家政府部门 在采购和合同管理方面采取良好做法 但在评估投标书和报价 付款流程等方面存在疏漏 审计署今天发布2021到22财政年审计长报告 报告指出 当局对保健促进局 土地管理局和人力部的官病相关采购和支出 进行抽样审计 这些机构在前年1月到去年3月间 在指定的官病相关采购和支出的费用 总共是15亿1000万元 报告显示 这三个机构在采购和合同管理的4个环节 所落实的良好做法 让我国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及时反应 也降低政府开支 但是仍然出现了疏漏 当中包括评估投标书和报价时出现失误 以及对付款有效性的检查不足等等 针对当局的审计结果 三个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已经立即采取行动来纠正所存在的疏漏 包括人力部已经全数追回额外支出的15万元 保健促进局也已经锁回多付的六成支出 其他审计结果包括 精神技能发展局在津贴管理出现了疏漏 包括没有彻查津贴申请者的条件 服务供应商的津贴申请等 以致当局额外支出了422万元的款项 在追讨雇主拖欠的技能发展税的执法 也是出现了松懈 截至今年4月 雇主2015年到2020年之间 拖欠的技能发展税估计达到了4300万元 另外包括社会及家庭部 财政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等部门 也在采购、合同和发放津贴 以及回扣等方面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疏漏 这份报告已在昨天提交国会审阅